亲爱的父老长辈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主日平安 今天下午 我们同心合意的来到神面前 借着这个网络信息 我们一同来敬拜 在这个瘟疫特别的时期 我们都隔离在家中 教堂聚会我们没有办法 只能在这个网络上 我们一同来敬拜 请各位慕道 我们一同来敬拜 我来到听口 少量的初恶 你报寿我自己的爱 爱的父亲 我们心中的阳光 保守上我的胖子,在你的眼中, 我的胖子,就在学生我的胖子, 因为手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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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术,手术,你的胖子,你的胖子, 你的胖子没有说到, 你用他的胖子,多重自己会来到你的眼睛, 自动自动自动, 把你背貌中的血腿,把我们的血腿 走回去,一起救手, 看你放我的胖子,和我 Abraham。 按照你做的,把我收缴的视觉。 现在正好,谢谢, 叫我一个独个为人, 叫我独个为人。 接下来我们唱赞美诗歌1513首, 赞美诗歌1513首, 各各他的爱, 你看 你看 耶稣背着使者讲 你看 你听 他为什么不说谎 我一步步走向了 名叫各个他 更新为我们顶世家 哦耶稣我的主 你保险为我留住 我振折这枪生 为了爱 哦耶稣我的主 赢着爱 你忍受痛苦 赢着爱 我陪你交赎 你看 你看 耶稣背着使者讲 你看 你听 他为什么不说谎 我一步步走向了 名叫各个他 更新为我们顶世家 你保险为我留住 我振折这枪生 你保险为我留住 你保险为了爱 赞美诗歌二十八首 我的神 我敬拜你 赞美诗歌 你也不朽 我的神 我要敬拜你 我的神 我要敬拜你 在你的神 我要敬拜你 在你的座前 在你的座前 我思想你恩典 我的神 真美 敬拜你 我的神 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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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你 在你的座前 在你的座前 我思想你恩典 我的神 真美 敬拜你 我的神 真美 敬拜你 你是我 心灵的满足 你是我 心灵的满足 我的神 我要敬拜你 在你的座前 在你的座前 我思想你恩典 我的神 我要敬拜你 我的神 我要敬拜你 你是我 心灵的满足 你是我 心灵的满足 在你的座前 我思想你恩典 我的神 我要敬拜你 下面我们读一段圣经 作为今天下午的起因文 圣经在诗篇二十三篇一到六节 第一节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第二节 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领我在可安谢的水边 第三节 他是我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名 引导我走异路 第四节 我虽然行过死因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统战 你的杖 你的钢 都安慰我 第二节 在我敌人面前 你为我摆设言习 你用油高了我的头 是我的腹杯满意 第六节 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 此爱随着我 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直到永远 基罗 我们 我家给你了不你给伤识 我家日子给上人 所以让我们 懂生得感 阿爸 生得好 我愿不想 够日诈美 阿爸 我说 你昨日 天地发白 都是人家 牛日人 你无得 昨日能了 你欧家日子 羊野 或夜市人 你这血池吃着他的悲恐里 神乐要能丢人 阿爸 生得好 要无能了 这你吗 以华乐施 吃着预重 方不易有的骨子 让这人 和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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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的 能 和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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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爸 生得好 要无能了 都是在 折磨你 故话之中 为了有仰无大多父子 阿爸 我让 你用护磨的老大的教育 在这一家 依旧一世之道 得人的牛生 当得在日子无族 你可拥有罪子的大伯价 得了个败费的世纪 这一世 你是让拥有所有的过去 你不要让邦体的正义 你复一日子和夜地 都不当不结对 你无能发的许子 吃了那五个养友 人无能的野生 只要能的叶子 日子败味 日上永远 一至五十七十日才日故 你这一家才日故的困 费得了我们 和这些人 和这些人 你修拉着我上 你修拉着我们 神的那是人里面 都能的产志 教育之鹅 世财之鹅 耶治之鹅 你要了ться 你是个国民行的地 在老江都对路之有 那么人家后无恶地的 人家是恶业国恶 人生得生 要趁业以为 不过我自己行的一切恶 让我们生命的一切人 一切人一切人 大波人一切人 生命被老的地死活 这个地日有 本来跟我们的地址一样 我当大家的二爹和人 只要一岁子都生一婚女 一岁子都重来用于地交给个女 只要我们先一个二爪妹 给你老本来 我们的女人 等你们买一个弟兄和姊妹 你行吗人人生日 这家传人和人在这里 执念你降伴你 生人不像老本来的外界 冲没人生人的男人 和恶怪的老人 祝福你日子的老人 再次祝你美好的季政 生人的欧阁 割你的老人 使他腐败没有 就你不如我的生死 他也是 冲没黑夜以为 冲没你每个国家上帝 逮得自用 生你自用的地址博主 只要你日动冬天的野国一世 居然你每个崩利的上帝 还能够抵得运来 生了个妖娆为被失落 苦的为被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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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我被人家 不如我本来的日子 是你那种客户不过去 永远给行门交迟 九个日子 就终于将给过哈尼 等日子去门 而拉着 康波沙达还有一个女生 不如你日子门一个女 所以你死而来 这个魔怒也 透过你日子门一个女 是我们九个日子 是你们的倔强 你给我哈尽我们日子 这个生日 等生于一大个国土 我们之圣们 阿们 好 下面请说来弟兄正道 弟兄姐妹 主日平安 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能够通过 网络直播的方式 来一同分享上帝的恩典 接下来我邀请在镜头前面的你 我们一头来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谢谢你的恩典 当我们还未出母夫的时候 你就借着基督之恩召我们 你拣选我们 不是看我们的优点 不是看我们的好处 乃在乎你全然的恩典和赦免 在我们的身上只有不义 不公平 不公正 我们被罪整个玷污的时候 你的爱子耶稣基督 就为我们舍命流血 今天我们通过网络的方式 一同来聆听你的话语 一同来敬拜你 主啊我们恳求你此时此刻 也在网络中间掌完全登宝座 因为世间万有都在你的手当中 我们也相信网络也在你的手当中 我们盼望我们同心合一的敬拜 仍旧和在教会当中一样 能够深腾到达你的宝座面前 美你的悦纳 将余下的时光继续仰望交托主守 不管或讲或听 同盟一位圣灵的引导 祷告封我主耶稣基督得生的名求 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一同来分享一个题目 叫做不可更改的福音 圣经在加拉太书第一章一到十节 接下来你可以打开圣经 或者你竖起你的耳朵 认真来听我来揽读这一段的经文 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 也不是借着人 乃是借着耶稣基督 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 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 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 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 为我们的罪舍己 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 但愿荣耀归于神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我希望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 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 那并不是福音 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 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 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 若传福音给你们 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诅 我们已经说了 现在又说 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 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诅 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 还是要得神的心呢 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 若人就讨人的喜欢 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感谢主我们刚才已经读过 《扎拉太书》第一章一到十节 在其中我相信已经发现 两个非常关键的字 就是福音 保罗在传讲福音 他跟加拉太教会辩明 什么是真正的福音 但是在现今的教会当中 当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 我们往往会很容易的认为 福音只是给目道友 只是给那些还未信主的人听的 甚至很多人以为 我信了主以后 我就不需要再聆听福音了 再去认识 重新相信这个福音了 因为我已经知道了 这些人往往也以为 福音只是基督教信仰的初级阶段 所以在教会当中 我遇到一些人 我跟他们聊起福音 他们就会说 我知道 甚至他们把 是福音说里面有关耶稣基督 他福音救恩的经文告诉我 多少人认为自己已经入了福音信仰的大门 我知道耶稣定十字架 我知道有关救恩的信息 我就不需要再重复研究 重复深入的去探讨这个问题了 多少人认为我们需要更高级阶段的教义 或者是某种知识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的这种想法 在保罗所写的加拉太书里面 是站立不住的 因为保罗他提出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 原来福音是基督徒生活的开始到结束 福音不仅是我们进入天国的钥匙 他也是基督改变人 祝福教会和群体的方式 我们看见保罗告诉年轻的加拉太的信徒们 他们一切所需 他们一切所要的 就是福音 原来福音是我们所有的一切 神透过基督的死 透过基督的复活 要带给信靠他的人白白的恩典 我们也会在加拉太书里面看见 保罗解决他们问题的方式 不是告诉他们 不是教导他们说 你们要做更好的基督徒 你们要去行上 你们要完善自身的品格 多少人来到教会当中 只是把教会当作提高个人道德 修养的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宗教来认为的 但是我想说 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完全不一样 基督教没有告诉我们说 基督徒要凭着行上积德 基督徒告诉我们说 人都是误会的 你需要被救赎 所以保罗呼召我们 你们要活出福音的核心来 你们要带出福音的影响力 保罗也告诉我们 福音的真理是由内而外 改变我们的生命 改变我们的心 改变我们的思想 和我们一切对事物的观点 福音告诉我们 我们比自己所认为的还要邪恶和败坏 但是因为基督 他为我们所付出的爱 超越我们所能够想到的这个限度 我们虽然败坏至极 但仍旧门基督的接纳 这是福音的真理 福音的奥秘 接下来我们会进一步的来了解 加拉太书的信息是什么 他对两千年以后的个人来说 有什么样的意义 加拉太教会的情况 对于我们现今的教会 同样有什么样的启发 我们实在需要加拉太书 虽然加拉太书只有短短六章的经文 但是他的信息对历代信徒 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马丁路德靠子吹起宗教改革的号筒 他称加拉太书是他的妻子 保罗的信乃是写给他自己传耶稣基督福音所建立教会的 就是加拉太的教会的 那么这些的教会呢 存在多元的文化跟宗教的环境当中 他们最近受到了犹太主义者的影响 这些犹太基督徒们认为 如果我们想要过一个完整的基督徒的生活 所有的基督徒都必须遵守全部的律法 所以当保罗听到这样的信息 他就回应加拉太的教会 和他们在他们中间的这些败坏的犹太主义者 保罗极度强调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 已经不再受以前的捆绑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共同分享三点 第一,使徒所领受并宣讲的福音 我们看到使徒保罗 他按现代的话来讲 他是一位勇敢的宣教士 他将福音传到一个地方以后 他就马上开始建立教会 然后再离开这个地方 到另外的地方去传扬福音 但是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保罗他没有停止去牧养当地的教会 相反,他透过写信的方式 去监督他所建立的教会 那么加拉太书就是这样产生的 这是保罗写给小亚西亚 加拉太地区的众教会的 所以你看经文的第一节第二节 做使徒的保罗 不是犹豫人 也不是借着人 乃是借着耶稣基督 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 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 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 很明显 这封信是保罗所写的一封书信 另外收信人就是加拉太的各教会 所以这封书信不是写给一间教会的 而是写给一组的教会 加拉太众教会 他们包括第一次保罗出来宣教旅程中 在南加拉太地区 比西底的安提亚 以哥念、路斯德和特比 这四个城市所建立的教会 那么现在这些教会 我不知道还存在不存在 很可能已经明灭在历史当中 因为现在这个地理位置 是在土耳其的境内 那我们看我在PPT上面 所列出来的这个图片 我们很容易的看到说 史图保罗从叙利亚的安提亚 他开始传福音 经过塞浦路斯这些岛屿 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岛屿 中间岛屿到比西底的安提亚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 它有几个城市呢 有四个城市 安提亚、路斯德、以哥念、特比 这四个城市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的公路是相连的 他们的路线是非常好的 他们的交通是十分便利的 但是我们看到说 当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呢 他是带有强烈的辩论性质的 他的语气不是那么温顺温和的 所以我们看到说 这封信在加拉太宗教会的信徒 口当中流传 很可能是在聚会的时候 有重要的人在他们的会谈当中 由头到尾 他们把保罗的信要念一遍给大家听 所以我建议大家看新约书信最好的方式 不要读几章 而是一口气把一封书信念完 因为没有人看信是看一半 或者是说我今天先看几句 我不要一次性看完 如果写信的人对你来说非常重要 写信的内容很重要的话 我们会迫不及待的把这封书信看完 当然这封书信的开头是非常有意思的 保罗在新的开头 他用很长的句子来证明 自己使徒的职份 什么叫做使徒 使徒原意是受差遣的人 传统上是指被差遣去很远的地方去征仗 去执行军事任务的人 所以保罗他清楚知道自己活着的任务是什么 而且他也抱着必死的信心 他一定要完成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所托付的使命 可是当时好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假师傅 他们攻击使徒保罗的身份 说保罗的身份是有问题的 这就是为什么你没有在加拉太书看到非常长的问候语的原因 保罗想迅速解决有关福音的问题 并解决在这个教会中这些假师傅的问题 他要宣告 我保罗的权柄不是来自人的 也不是靠着某个人的 而是直接从复活的耶稣基督和父神那边领受的 如果保罗的身份是虚假的 那么这就代表着他所传讲的福音就是有问题的 使徒的身份就是纯正福音的保证 接下来保罗也问候他们 对他们说 愿恩惠平安 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 为我们的罪舍己 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 但愿荣耀归于神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接着在第三到第五节 保罗在问安中他就直接明讲 什么才是真理的福音 在第三节简短的主内问安以后 在第四节中保罗就很着急 他迫不及待地讲出了加拉太书的主题 福音 什么叫做福音 福音是基督按照父神的旨意 为我们的罪舍己 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 这个福音现今依旧存在 所以这句话很关键 我真的建议弟兄姐妹们 你们要花一点的时间去背诵这句话 因为今天如果有人问你 你们所讲的福音到底是什么 你就真的可以用这句话来告诉对方 我们所传讲的福音就是 基督照父神的旨意 为我们的罪舍己 要救我脱离这罪恶的世代 这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定十字架 公义代替不公义的 无罪代替我们有罪的 世上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纯洁无瑕 以色列的圣者 他居然会按照父神的计划 为邪恶败坏的人而死 上帝用我们想不到的办法去施行救赎 这是我们头脑当中我们不能够理解 也不能够明白的 因为当公元第一第二世纪的人 他们一听到十字架 他们就会毛骨悚然 害怕得不得了 因为十字架是刑具 是死刑犯要用的东西 是要取人性命的存在 但是两千年过去了 今天的我们却在诗歌里面唱着说 十字架 十字架 永是我的荣耀 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变化 从苦难到荣耀 这是基督十字架的名正 另外 保罗在加拉太书中也说了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他指的是基督为他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 这件事情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 但他接受福音的时候 他整个人生都变了 以前的保罗就不存在了 因为基督死在十字架上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过来 而保罗借着信 与基督联合 在他的死与复活上 与基督认同 领受了圣灵 基督借着圣灵在他里面活着 开始了圣灵的新生活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这个福音也要改变你 这个叫人称义的福音 要叫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代 罪恶的世代是什么样的世代 犹太人的教育当中 他们把时间分为两段 一段是现世 就是我们活着时候 这是一个邪恶的世代 另一个就是来世 那时候是公义与新生的时代 那么两者的分界点 就是弥赛亚出现的时候 弥赛亚出现了 就把过去跟未来断开来 弥赛亚就在中间的点上 但是保罗的观念 他打破了犹太人的末世观 并且他赋予了我们新的意义 信靠耶稣的人 我们同时活在这两个世代当中 我们同时活在现世邪恶的世代中 我们又同时活在来世 这种公义新生的世代当中 我们活的世代是重叠的 因为我们的生命还没有过去 就代表现世还没有过去 但来世已经在基督的事件当中来临了 基督定十字架 已经将来世的那种盼望 来临到我们身上 所以今天我们是很有恩典的 我们今天的信徒 可以在现世当中体验 来世那种能力和荣耀 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代当中 但是我们不再受到这个罪恶力量的限制 而是靠神所赐的新生命 过一个新生活的样式 所以亲爱的兄姐妹们 如果只要你足够的清楚明白 你就不得不承认 现在的世界正在朝那种 越来越堕落的方向发展 越来越多闻所未闻的犯罪手段 越来越多史无前例的病毒和细菌 都让我们活在这种深深的恐惧当中 但是基督的宝血 就像旧约时候 《出埃及记》当中所记载的那样 当天使出来的时候 那些人只要在门眉上涂过高原雪的那户家人 他们就免去灾害 今天基督的宝血 基督的死就是我们救赎的中心 同样凡是受过高原雪印记的人 我们都要脱离这个世界罪恶的统治 世界的权势 世界的权兵在我们身上 今天已经不管用 因为我们已经不是活在罪恶的统治之下 我们乃是活在基督的统治之下 你不要灰心 今天基督已经拯救你 所以但愿荣耀归于天上上帝 和我们被杀的羔羊 耶稣基督直到永远 第二 我们继续来看 忠于恩典的福音 在第六节到第九节 保罗说我吸气你们这么快 离开那借着基督赐恩招你们的 去从别的福音 他说那并不是福音 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 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 这里说到这么快 他们有多么快离开福音呢 今天在教会当中有些人 他们听了福音以后 说我相信我相信 但是可能过了几个星期 过了几个月 或者是过了几年他就觉得 我突然不再对这个信仰感兴趣 他们就很快的离开这个信仰 那加拉太教会 他们有多么快的离开这个真正的福音呢 那么根据一些学者的记载 保罗他第一次宣教旅程当中 他建立了加拉太的教会 大概是在公元47年到48年 那一般的学者也认为 保罗在公元50年到52年就写了加拉太书 从教会的建立 接受福音到他们离开福音 其实距离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短暂的 从保罗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 他们这些假师傅 他们到加拉太的教会 其实也不是非常久的时间 可能时间不长 但是加拉太教会的信徒们 他们就很快相信这些假师傅的谬论 在接下来的话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说 保罗的话他是带有责备性的 保罗对加拉太教会的行为感到惊奇 这说明他们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原来不是他们的道德太败坏 也不是这个教会起纷争 而是保罗惊讶于他们改变出一句 尊崇另外的福音 但保罗说 那并不是福音 而只不过是有些人要搅扰你们的信仰罢了 那我们会问一个问题 这个福音到底是什么福音 在希腊圣经的原文当中 别的福音它可以翻译作 另一个差不多的福音 那差不多就是是不是一样呢 我想在镜头前面的姐妹们 你们都有这样的体验 如果有一个人送了你一个 假的高反的LV的包 你是不是很开心很高兴呢 真的你就觉得这个高反的 就跟真的是一样呢 我们还是不会太高兴 对不对 因为真的跟假的好像 虽然看起来一样 但是真的人就是真的 假的人就是假的 虽然看起来就是一点点不一样 可能就是颜色不一样 或者只是走线不一样 但是假的就是假的 真的就是真的 所以保罗说 虽然这个福音看起来是 跟真的是差不多的 但是这个福音 人就是假的 所以他们用假的福音 要做什么呢 要搅扰你们 英文圣经里面翻译作 他们要用假的福音 差不多的福音呢 去祸乱加拉太信徒的心 或者说迷惑他们的心 因为这些假师傅 假教师们 他们要更改基督的福音 虽然看起来差不多 但是本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由此看见说 这里有个名词叫做 犹太派基督徒 为什么用这个名词呢 英文圣经里很多时候 用这个名词来带过 因为第一代的信徒们 他们大部分都是犹太人 故此他们的信仰 很理所当然的 就与一些犹太教派里面的传统 相连在一起 虽然他们自称为基督徒 可能他们也没有否认 耶稣的救赎 他们也没有对耶稣做的事情 完全的否认 可能他们也鼓励 当地的基督徒说 你们要好好地爱主 好好地看圣经 他们口里可能也说 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我相信耶稣基督复活 但是这些犹太派的基督徒 他们曾经活在摩西的律法之下 他们固执地把这种旧有的模式 他们希望把旧有的模式 带入到福音当中 他们坚持外般的基督徒 除了去相信主耶稣以外 你们这样做还是不够的 你们还要去遵守摩西的律法 你们还要去行割礼 不然这个救恩就是不完整的 他们这样的说法 他们这样的观点 很快就吸引了加拉太教会的 弟兄姐妹的心 但是他们没有明白福音的本质 福音的本质不是行律法 福音的本质是神的恩典之上 你添加任何的行为都是多余的 我想到在一部电影里面讲到一个老人 他在监狱当中度过了50年的时间 等这个老人出来的时候 外面早已物是人非 接着他找了一份工作 他开始在一家超市里面去工作 但是他感到极度的不适应 这时候他心里面就奔出一个想法 他说或许我应该去用枪打劫 让他们好送我回家 50年的时间太久了 他早已把这个监狱当成自己的家 这个想法也表明这个老人 他对监狱的生活 是怀有深深的眷恋的 他习惯了那种 我去上厕所都要向警察打报告的 这样的生活 这个老人已经没有办法呼吸自由的空气 最终在这部演评当中 这个老人他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亲爱的兄姐妹们 我觉得这个例子是很形象的 在保罗的时代 有些人已经习惯了过去被复苏的生活 他们认为 这比自由的生命更宝贵 他们不认为 因为耶稣基督按父神的旨意 为我们的罪舍己 就他们脱离黑暗 是一种完整的福音 今天我们也不要对那些人有过多的指责 其实 这些犹太派基督徒的想法 也正是我们 现今教会当中很多人的想法 来到法国的华人基督徒 我们为了美好的生活 来到这片土地上 你很可能从身无分文到现在的出人头地 你从工作到成立家事 你都很可能习惯了靠自己 甚至你还告诉自己说 现实太残酷了 除了我自己以外 其他的人都是不可靠的 所以你知道吗 我们信靠耶稣 我们也说要经历他的恩典 我们也可能尝过天恩的滋味 但是像我们这种 凡是靠自己的中国人 我们还是习惯性的把这种思维 加入到我们的信仰当中 信耶稣还要加上我格外的努力 我的行为要比别人好 我的动机要比别人好 当然这是好的 我的表现要比别人好 行为好就代表我得救了 所以如果当你做不到圣经当中 所要求你做的一件行为的要求的时候 你就充满失望 我们都得面对加拉太书当中 所提到的一个真实的问题 我们相信了耶稣 却回去用自己的行为讨上帝的喜欢 我们没有通过耶稣基督讨上帝的喜欢 我们要通过自己纯正的行为 去讨上帝的喜欢 很可能你不只要求自己这么做 你也要求别人去这样做 那你会访问说 难道恩典不需要我们做些什么吗 当然不是 恩典的代价太过昂贵 因为这是主耶稣的保血亲自承担的 但是主耶稣对我们的义 他完全超越这种行上的行为的义 他乃是呼召我们基督徒说 你要全人的献上 你要分别为圣归给我 所以基督徒很容易在圣经当中看到 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说 凡不背起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你说做一些好事容易 还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容易 当然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更不容易 所以神学家潘霍华有一句话 他说耶稣呼召一个人 是要让他为他死 跟随耶稣的人也要付上极重要的代价 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他 那这个舍己它包含着多重的含义 那其中有一项就是意味着 我们一个人要完全否认自己的义 意味着我们不能够再凭着自己的行为 去讨这位上帝的喜悦 意味着我们完全接受上帝公义的判定 就像你认为我自己所有的好行为 做出来都是无悔的衣裳 在上帝眼当中这都是一分不值的 但是我因着基督 我在神面前我就算为义 算为成义 所以我们不能靠着行为去讨上帝的喜悦 但是在我们现代的教会当中 还存在着另外一个福音 福音原本意味着好消息 但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 什么才是好消息呢? 好消息只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定十字架吗? 我想很多人是很现实的 很多人是以财富的多寡 身体的健康状况 家庭的幸福来决定 什么才是好消息的 如果我外在的一切都是好的 上帝是祝福我的 那么这就是好消息 你知道今天成功神学 为什么对很多人有吸引力吗? 因为这是一个虚假的福音 虚假的福音告诉我们说 只要你好好讨上帝的喜悦 你的财富就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别人都会羡慕你的 虚假的福音也告诉你说 只要你尽全爱主 上帝一定乐意将最好的东西赐给你 你会传福音的时候告诉别人说 你只要相信耶稣 你就会无灾无病 你也觉得可能我好好爱主了 将来我的子女 她一定会上最好的学校 但是想听姐妹们 我刚才所说的财富 好的东西 身体的健康 子女的优秀 我觉得这些东西 通通都是好的 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人 我们也需要它 但是如果这个福音 只是迎合人的贪婪 那这个福音就会成为 保罗所说的另外一个福音 虽然它是另一个福音 但其实它并不是福音 福音没有说 如果我们生活得更好 我们就能够在上帝的面前称义 实际上福音恰恰相仿 如果我不能够过讨神喜悦的生活 我就不能够得到神的接纳 你回到圣经 你回到教会的历史当中 你会发现一个真理 如果福音就是让我们过更好的生活 那么那些去传扬福音的使徒们 他们应该活得很滋润 但是除了使徒约翰之外 其他的使徒们都不是寿终正寝 而是在传福音的时候 被人活活的害死 所以如果福音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美好的东西 他们的结局在人看来就不会那么的悲惨 历世历代 历定心智 跟随耶稣传扬福音的传道者们 就不会有任何流血的危机 今天保罗也稀奇 也惊讶 为什么我们会那么快离开 那借基督之恩召我们的去从别的福音 那并不是福音 靠自己行为 那并不是福音 信耶稣是为了追求物质更优越的生活 这不是福音 信耶稣为了活得更长 追求永远的健康 这不是基督的福音 追求美满夫妻的生活 儿女成才 这也不是福音 追求外表成功的人生 这不是基督的福音 有人在教会当中 把福音更改了 靠行为去赢得上帝的爱 这样的律法时代过去了 靠着十字架 相信耶稣基督的时代已经来临 因为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 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这是以弗所说里面告诉我们的 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不是靠其他的东西 借着相信耶稣 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子 这个身份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 才能够得到的 父亲和儿子是有血缘关系的 你的儿子是你生的 即使他再坏 他还是你的儿子 不是一个人说我做什么好事 我就可以叫你爸爸 所以也不是说这个儿子长大以后说 我长大后有一番的成就 我才可以说我是你的儿子 不是这样子 即使你再笨 长得不是太好看 我们还是得承认说 你是我的儿子 是我所爱的 而在当时的加拉太的教会当中 这些交扰怎么说 相信耶稣和他定十字架 还不够 你们还要继续在行科里 成为和我们犹太人一样 要成为基督徒 遵守摩西的律法 你们才可以成为神的儿子 可是这样的说法并不是福音 保罗接着以极其严肃的态度 告诉他们说 但无论是我们 是天上来的使者 若传福音给你们 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诅 你知道吗 保罗在这里用一个很严重的词 咒诅 又在第九节 他重复这样的话 他再说 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 与我们 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诅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保罗说 我们第一次传给你们的 就是纯正的福音 如果后面有人 他要更改这个福音 这个人不管是谁 不管是我们 还是天上的天使 或者是其他的人 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的话 他应该接受上帝的对他的审判和刑罚 他也继续说 如果你们领受的 如果跟你们第一次我所传给你们的不同 那么 这样的人 也要受咒诅 所以你看到说 保罗在这里 一而再再而上的宣告着这个咒诅 但是这个不是表示 保罗是出于失控的 也不是一个夸张的说法 也不是一种口误 而是刻意的 保罗以一种非常郑重 严肃的态度 警告传另一个福音的假教师 你们要受上帝的审判 今天我们所相信的福音 到底是什么样的福音 若这福音是从保罗 以及众圣众使徒们而来的 这就有福了 第三 我们来分享 因福音表明立场 我们继续来看第一章第十节 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 还是要得神的心呢? 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 若人就讨人的喜欢 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我们来看第三 因福音表明立场 在第十节当中 保罗的态度是很坚决的 他曾说 如果可以 我们基督徒应该要尽力 与人和睦 但是这句话并不意味着 在任何的情况下 保罗愿意讨取别人 对他的赞同和肯定 尤其是当对方触碰到保罗对福音的原则 和对福音的这种底线的时候 他更要声明 基督的福音是不可更改的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保罗还要去讨你们的喜欢 还要去讨你们的欢心 还要讨你们教会对我的赞赏的话 他说我就不配成为基督的仆人 你知道吗? 保罗在这里用基督的仆人 基督的仆人在原文圣经中 应该更确切地表达说 我就不配做基督的奴隶 这表达保罗对基督完全的效忠 他全然属于一个主 他只有这样的意识 他要全心全意地取悦于基督 我除了讨我主的喜欢之外 我再不讨其他人的喜悦 这是保罗对福音表明的立场 所以保罗对基督这种恭敬顺服的心 是带有完全依赖性的 是善失自主权的 我保罗不能凭着我自己的喜好去取舍 而是凭着基督希望我做什么 我再去做一个取舍 所以这种对福音的态度 是带有管家式的忠诚的 所以今天对于基督的仆人 你是要满足人的心 还是要满足你主人的心呢 尤其是在教会当中 如果当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 你的选择到底是什么 在教会中 如果因为福音的关系 你愿意去讨谁的喜悦呢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这是对我们的挑战 我们要有爱心包容其他人的过错 但是如果有人在最基本 最基础的救恩神学上 他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应该勇敢的站出来 指出他们的不是 保罗说 哪怕这个人是天上的使者 只要他所传的 与我所传的不同 他就应该受咒诅 这给我们带来一些 什么样的启发跟应用呢 第一就是要我们做忠实的福音的传讲者 现代多少牧者的工作 没有像保罗一样 我们因为清楚别人听到的口味 我们也知道这个世代的人喜欢 到底听什么 如果因为别人喜欢听什么 我们就改变我们讲到的方式 讲到的内容 我们就要去迎合人的口味 或者别人说 我只想听有关基督徒的婚姻 人际关系 职业 家庭 等等实际的东西 我喜欢听那种 我听了道以后 能够提升我家庭幸福感 提升我个人幸福感的道理 这就好了 我不否认这些东西很重要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如果基督的信仰只是围绕我们自己 这就会成为信仰的偏差 这些都是在福音之下的 保罗说 我没有用高颜大字去传讲福音 我想我们今天也不是用高颜大字去 博得这个世代的关注 博得这个世代的眼球 我们乃是要将人带到基督的面前 让人看到说 这位基督真的很伟大 他的福音真的是奥秘 在我身上彰显出那种能力来 这是我们每一个传讲者说 神圣神盼望的将人带到基督的面前 另外我想说我们也应该训练我们自己过讨神喜悦的生活 因为人都有讨人喜欢的倾向 我们很喜欢别人去夸奖我们 人天生就是排斥那些对你有所批评的 但是神不希望我们用妥协福音的方式去取悦别人 别人喜欢你 这是好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整天来降低福音的层次去讨这个人的好处 去讨那个人的好处 这就是一个错误的 尤其是对教会的侍奉者来讲 我们怎样站在一个很公正的角度去侍奉我们的神呢 另外我们也要相信说 我们没有办法去讨所有人的喜欢 连我们的主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 他传讲真理的时候 别人就不喜欢 所以我也想说 只要一个人传讲真理的福音 必定就有人讨厌这个人 必定就有人看他不舒服 因为真理就是刺透人心的 真理就是打破人的骄傲 将上帝的公义放在人的心当中 所以这是我的想法 尤其是在教会当中作为传道者 我也发现说 没有一篇讲道是可以让所有人满意的 在你把有些真理讲得很直白的时候 有人会说你讲得太直接了 如果你讲得太含蓄了 也有人会说 你太过退缩了 不够勇敢 但是每当我们侍奉的时候 只要我想到说 我所传讲的是我主所喜悦的 不是我自己所想的 而是从圣经当中 新收提取并传扬的时候 我那种恐惧的心就消失掉了 亲爱的兄姐妹们 这是对侍奉者的一个挑战 我们好好在神面前训练自己 讨神喜悦的心 如果今天保罗在我们教会中间 我想他不会得到世人的好感 不会有很多很多的人都说 保罗你真的很勇敢 我想排斥保罗的人也不少 因为像保罗这样的人太少 他只靠唯一的真福音而活 这个福音是不可更改的 是保罗的立场 他离开法利赛这样的教派之后 保罗就立志 不再过那种讨人喜悦的生活 而是要全心全然依靠这位救主而活 他也不再关心别人对他的评价 也不再以自己所受的教育 所处的社会的地位为他的骄傲 为此 在此时此刻 你到底为了谁的喜悦而活着 你是否将这不变的福音 传给身边的人 就像保罗一样 最后我要做一个例证 十九世纪 有一位伟大的传教士 他的名字叫做亚历山大达夫 他是一位苏格兰人 他在印度传福音25年的时间 他在印度办学校 在他年老的时候 他体力渐渐的衰退 再晚年他就回到苏格兰 在临终的时候 就之前 他被邀请去苏格兰的长老会 召开的一次大会上 发表演讲 那在演讲当中呢 他呼吁坐在下面的人 你们要起来 要为主名的缘故 去国外不道去 那讲了好久之后呢 他就疲乏了 甚至昏了过去 他就被俘离开讲台 到隔壁的房间去休息 那经过医生的诊断之后 达夫博士昨天的苏醒过来 他站起来说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请将我抬回去 我要继续讲下去 但是医生告诉他说 不可以的 因为生命有危险 但是他回答道说 就是死我也甘心 达夫博士 他不顾医生和大会议长的劝阻 这位白发参参的传教士 他竭力地站起来 走向讲台 医生和议长在两边搀扶着他 达夫博士登上讲台的台阶 但他站在讲台上 全场肃然起劲 于是他就向大会宣教说 当维多利亚女王 号召去印度的志愿人员 成百的年轻人 踊跃随着国企前进 但是他说 但当我玩耶稣号召时 却无一人响应 他停止说话 全场静默 于是他继续说 这是事实 他接着发问 苏格兰的父母们 难道再没有儿子送到印度去 他又停下 仍然一片静默 于是他接着说 好吧 虽然我老了 我要再回印度去 我将卧道在恒河岸旁 鞠躬尽瘁 这样我才能让印度人民知道 在苏格兰至少有一个人 他太爱他们 而情愿为他们舍命 于是在座的人 听到这里的时候 全场激动 人们开始起立 一个接一个的人 有几十个人都高声的大呼说 我去 我愿意去 我去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在今天的世代当中 你愿意去吗 在崇尚自由自主 我决定我的价值 我的取向 我自己做我自己的主人 在这个时候 你愿意放下自己 甘愿成为基督的奴隶吗 一生一世来服侍这位主人吗 你要忠于这位主人的交通吗 甚至你会像保罗一样 要为这不曾改变的福音 为了用自己的生命 来为基督和福音变区吗 现在 你耶稣基督已经过去两千多年 历史还是不断的前进 多少像保罗一样的人 将不变的福音 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来 我也不希望镜头 我也不曾期望 镜头前面的你 说我们所有人都去远方建立教会 但是 我希望 镜头前面的你和我 我们能够勇敢的在社区 在我们的家庭 在巴黎这块土地上面 有传扬福音的勇气 将主的名得到荣耀 谢谢主的恩典 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谢谢你的恩典 天父你真的是借着基督之恩召我们的 当我们还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 我们全身误会的时候 你的恩典就临到在我们身上 我们全身上下没有一点是可以值得骄傲的 但是主啊 保罗这个勇敢传福音的心是我们应当效法的 不曾改变的福音 就是像保罗这样勇敢的人 一代又一代传承到我们现今的教会当中 盼望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 能够勇敢地拿起传福音的旗帜 来跟随救主耶稣基督 主啊你为我们舍己 我们应该拿什么来回报你 盼望你的话语 如真一样刺透我们 使我们感到刺痛破碎明白你的话语 就起来回应你的话语 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 你不配软弱的仆人 将你的话打了许多的折扣 盼望你的圣灵能够运行在你的百姓心当中 使他们时刻感受到圣灵与他们同在 并且呼唤你的百姓 让你的百姓起来跟随你 是带有真实福音的果效 谢谢主的恩典 祝福你的百姓 在接下来一周的生活 祝福巴黎 使疫情早日过去 盼望福音能够征服巴黎这块土地 祷告 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好 是不是清晨的露水 是不是清晨的露水 掌使你不屑的双手 是不是灵伤的泪水 在镜头你宽过的胸膛 别让共产上的伤悲情意把你心求悔 我说双绝望的眼睛 正无阻地望着你 那流泪带中处去 那流泪带中处去 沙中的皮 恍惚首歌 主必不会忘记 你的眼泪要装在皮带里 那流泪带中处去 那流泪带中处去 沙中的皮 恍惚首歌 主耶稣 主必擦根 你的眼泪 让喜乐伴随你 带着河坑 倘草 草生荣 浪天四重来 哈利路亚 收成在天家 谢谢苏勒弟兄的证道 愿神的话 藏在我们每个心灵的深处 接下来我们为着今天下午的聚会结束 来祷告 愿神 愿神 有个愿神 愿神 有一个二十 有个愿神 愿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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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时 你日照雷 四眼门 得了 要求人家你老一家能带我哪里去 让我一世家祝你能带我得带啊 你认为我们的预言预测家 你也认为我被摸录的伤识啊 你行吗你得你忙呀 听见你给我啊 不然你能带我啊 让我你给我任何家义的当 任何老爷的过 你给我一个世的啊 给你一个世的的那些义呜啊 义呜就能带我啊 义呜就能带我去乌呜啊 让这些义大力的乌呜啊 让痛苦让义自来啊 让此啊你只要大能啊 你一定来做你去买的这些义 那些乌呜都得大乌乌乌义 我妈死也可扎没啊 这啊好不然啊 谁家你个乌 就能练义以为什区呢 你去乌乌乌乌乡avait 你 undes combining 这日吃食物,饶饶着骨子, 还有聪明的人, 通常你无缺的人, 骨子内日, 直到骨子, 无论是从拥抱特态, 教授, 给你死的日子, 以说你这个日子讲讲, 你夹心讲大些, 体液无觉,体液无觉, 过来的无觉, 把人迷迷, 你终于将生得歌, 没地涨的迷迷, 不想你买个弟兄姊妹, 那是买个弟兄的孤单, 在你里面, 带着你熟悉的本语, 这让人家祝福你日子的仆人, 是他说上个桌子, 上在河头里面, 叫上在白, 老在白, 一把白, 还是体液无修营, 生长一个弟兄, 是他愚国愚兜, 愚国愚游, 做你日的激进人, 是他说做个工作业面, 带生这带生, 阿尔爹, 故阿尔爹, 永远给他我们教子, 我们中南沙凯, 你一个阿尔本语, 接口我们中南东西, 永远给子们, 教阿尔德哥国土, 同志圣们, 阿们。 尤子喝 Pour毫米又罩朋友自在, 到几 supermarket前台前台, 这是 F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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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elf.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